央视主持人那段亲身经历 能否给我们揭开生命的另一种循环 事情是这个样子 央视有一个著名的天气一报主持人 名叫宋明杰 他有个儿子叫多包 在18年的时候 他儿子四岁 有天晚上临睡前 照例要跟宋明杰聊天 儿子这天有点特别 自顾自讲述起来 类似好像回忆一样的故事 说自己老家住在四川 就在成都西边一点 还有两个女儿也住在那边 一个十五了 一个十岁 很久很久都没见他们了 可能都快认不出了 完了呢 这宋明杰的儿子还加了一句说 想去四川看自己女儿 你想他儿子这时候才几岁 随后呢 宋明杰为了弄清楚 儿子说这个地方 到底是成都西边的哪个地区 就按地图一个线一个线的问 直到说到了北川 他儿子立马就说 就是的 这一次啊 据宋明杰说呢 真的是给吓打了 之前呢 顶多当成一个玩笑 直到对他儿子说的这个有胎前记忆的这个事 直到他儿子所说的这个信息 真的连成了一个闭环裸奖 你想 08年 北川与两个女儿离别了 如今呢 想回去看看 这逻辑 谁听了 立马就能明白怎么回事 这是前边的记忆没消除干净的 可是据宋明杰自己回忆 四岁的儿子 根本没听过汶川地震相关的词汇 更不可能懂地理 也不爱看电视 不过这个事 由于宋明杰怕媒体打扰到自己的孩子们 很快就删除了微博相关的信息 后来有心理学家是这么分析的 说 实际上有些个小孩 要比大人想象的聪明得多 他们能把外界听到的 零碎的信息里边的关键词给记下来 下意识呢 就能想象出来一个故事 将字节带入这个故事 然后呢 说给大人以获取关注 当说的次数多了以后呢 就会形成心理的暗示效果 甚至呢 把现实和想象的分界线都给模糊了 造成了一种植入性的记忆错位 往往呢 当时还会觉得 好像印象还挺深刻 小玄觉着 这事其实也简单 你要不然就带着孩子 回四窗一套 找到孩子心心念念那个地方 甚至是那两个女孩 那很容易就能证实嘛 不过关于有胎前记忆的人 到底是民俗传说 还是宗教迷信 还是真的确有其事 至少至今为止 科学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来 而且呢 自从这个量子物理被证实之后 是越来越多的人 把这俩给扯到一起了 可这是江湖揉面 更说不清了 但关于生命轮转的故事 却生生不息 流产于各地 1976年 海南东方市 有一个叫不墨村的地方 聚集了不少当地的记者 和来自各地的科学家 都想要一探究竟 这里出现了一个 所谓有胎前记忆的男孩 到底是真是假 但是啊 多数人来这儿 并非被这事的神秘和玄奇所吸引 而是专程 带着自己毕生所学的知识 想要来揭穿骗局的 他们坚信啊 这里除了隐匿在这个账目之下的秘密 肯定是一地的鸡毛 1976年的11月21号 不墨村一个叫做唐江山的三岁男孩 一语惊诧众人 以至于村长是直接向上报告了上级 原来呢 这天周五 唐江山一家正坐在一起吃午饭 三岁的唐江山 突然对父母和姐姐说了一句话 这会儿在父母听来 就犹如是闷锤撞钟 差点没给炸点开 说的什么呢 在这边我叫唐江山 在短州那边我就是成名道 因为我现在是成名道的转世 他说 我前世叫成名道 家乡是靠近港口的 詹州新银站黄玉村 我爹叫三爹 这可是只有三岁的孩子 连编故事都不会的年龄 三岁 这话谁叫的 孩子他把脑瓜嗡了一下子 惊得那筷子直接掉地上 就在唐家父母怀疑 是不是儿子不小心招惹到了什么 这说的怕是胡话 我三岁就开始讲 我那边有个父母 但是没有人相信 连我爸妈都不相信我讲的话 他说我小孩子无闹 这个三岁的唐江山 哥哥的几天再次开口了 说自己预感到母亲已不在人世 父亲虽然还在 但已孤了 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出嫁 他能感应到 记忆里的那个父亲生活 目前非常的艰辛 想要找到他胎前纪律那个父亲 尽最后一份绵薄的孝道 这番话再次把眼前的爹妈给吓出了 这能是三岁娃说出来的话 但爹妈对孩子的爱胜过了一切 他们决定要更小心翼翼的把儿子给保护 让他尽快长大承认 于是有关什么寻找另一个爹什么了 就当没听见 两年之后 唐江山五岁那年 有一个女的骑自行车拉着一车祸来到村里叫买 但说的话是一个小地方方言 跟当地的话区别很大 唐江山听到有卖货的来村里来 就跑去看热闹了 没想到卖货的一开口 这小小的唐江山就觉得 自己会说这门方言 就这么的 两人用那小地方的话聊得还火热 村长是个建筑士广的人 一听 这好像是那湛州话 这个方言可是有点特殊 因为在海南当地 湛州话那属于方言里的方言 海南岛其他地区的人 没人听得懂 更不是一两天就能教会的那种方言 奇怪的是 唐江山跟这女的聊一会儿 还要跟着这女的走 女的明显还不同意 货都不卖了 人就要走 看起来是想甩掉唐江山 村长呢 刚才叫人拉住这孩子 通知他父母 这时候啊 那个麦克的解释说 这孩子要求自己 要带他去他老家那边 一个叫做黄玉村的地方 要去找人 唐江山他爸以来呢 谢了村长 赶紧把孩子给领回去了 也没打势 也没骂 只一个劲儿抽烟 小孩呢 也不闹 就跟他爸对视着 完全不是小孩子的那种感觉 那种气场 这事完了臭啊 不到一年 唐江山呢 刚六岁 再次向父亲提出 要去沾县黄玉村找父亲 这次老爹是终于没绷住啊 呸 伸手就打了唐江山 问他 你去了 能认过 唐江山是斩钉结底 吐出啥字 我认得 老爹这头啊 气得倒是比儿子吓 哇 那声可哭出来了 哎 说实话 这也是难为了这个当爹 你想 放着生养的县爹不要 非得折腾里去寻找记忆里那个 这不软刀子杀人吗 可能一家子 也是被折腾服了 终于打算按照 唐江山说的那个地址 一家子 一块去一探究竟 刚刚到黄玉村的地界 还没找到屋子 家里人就有人哭了 因为他明显的注意到 这孩子可不是挨家一户寻找 而是真的就像是知道路一样 他静止 顺着自己的思路往前走 黄玉村这个地方呢还不像咱们平时内地平原里那种农村啊住的集中 他这边是山 一户到一户之间需要经过那三弯五兆的小山路 而唐江山呢没有走错任何一个路口 带着一家人准确找到了所谓记忆中的那个家人 一进门呢就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他想的没想用站住话喊了一声 三爹 这一声三爹把那老人给蒙住了 因为除了他的儿女可没人这么叫过他 老人一脸疑惑 看着这六岁的小孩 这唐江山就急忙解释说 我是您的儿子 陈明道啊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唐江山领着老人在房里走上这么一圈 准确地说出了自己 是那住哪哪哪哪间屋 喜欢什么什么哪间屋下 甚至这个三爹睡觉前的特殊习惯都一一说得清啊 经过一番解释 老头有点想要相信眼前这个孩子了 但是呢又不敢那么相信 你说这番怎么一回事 这六岁小孩能是自己过世多年的儿子 随着唐江山讲述出来越来越多 关于陈明道的老事 我的女朋友 我小的时候 我就认他出来 老老是终于忍不住了 扑通一下 一把就把唐江山就抱 这一老一瞧嚎啕大哭 哎呀爹呀 你可是让我找到你啊 好找啊 于是当常认了父子 他只知道他就抱着我大哭 他就承认我就是他的儿子 到这儿呢 唐江山或者叫陈明道 认前世亲人的这个消息 不进而走 以下是传播的四处 唐江山和三爹也确立了父子关系 当然生父唐崇敬他也是认 据唐崇敬讲 这本来啊 是想着这个不到黄和辛布斯啊 就想让这孩子认清现实 才来到这个黄玉村 自己怎么也不敢相信 后来发生的这些个事 农村人想 本来就信一些东西 既然呢 事已至此 那就随缘吧 于是这两家人真的开始来往 唐江山父子是经常来到黄玉村 看望这个三爹 2012年 人民日报专门辟谣这个事 名字叫做 海南转世奇人大精密 说这个唐江山的故事啊 根本就是个谎言 而且证据学早 记者呢调查发现 这个不墨村的村民 其实早就有人怀疑 你说小小年纪的唐江山 没人教 怎么可能与那个 从詹州来的脉后女人 用詹州话交谈呢 很可能是这个女人 早就见过唐江山 詹州话所谓的前世经历 也是这个女人 早前就告诉唐江山的 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 要通过唐江山 认清这个大新闻 揭开陈明道生前的冤屈 据说这个陈明道 当初是被人陷害之死 都一圈 其实就是三爹一家人 请的那个女的 给自己儿子申冤 才有了后来这一处 但是也有很多人 有自己的看法 至少你想一个三岁的孩子 能有着超越自己年龄的逻辑 这就不是大人所能教出来的 要不然到处不都教成天才了 何况唐江山第一次去黄玉村的时候 那是自己认的路 之前去他父亲过夜 从没有让唐江山单独外出过 甚至是单独过夜 他根本就不可能有去黄玉村的机会 再者 一个六岁的孩子 他任期那年做出来那些个举动 如果是别人教的 那么做完之后按照小孩子的皮鞋 那应该是当玩 那玩玩完也就结束了 怎么会一直和这个三爹相认下去的 毕竟小孩子的玩才是他的天性 怎么样 听完小玄跟你讲的这两件事 您是怎么看 开闲记忆这事 他会是真的吗